各位同事 今天真的要講講 關於做監考 網上考試 主考的老師 特別是講麥克風 因為在課室的電腦 現在你看到我說話 理論上 正常來說 綠色棒 閃閃閃的 升高降低 升高降低 顯示你說話的聲量 如果你說話 即使你閃閃閃閃的聲音 如果這個綠色棒沒有降低 就是說你這裡是收不到音的 首先老師是收不到聲音的 學生當然聽不到 變成你宣佈任何東西 學生都是聽不到的 所以要留意 當你閃閃閃閃的聲音的時候 要講話 看看這個綠色棒有沒有降低 在甚麼情況下 廣播不了 說不了聲音 原來這裏有個按鍵 麥克風其實裏面都有兩個設定 在課室的電腦 有些機器有三四個 譬如正常來說有兩個設定 一個是麥克風array 第二個是same system 如果你說話留意到沒有錄登上 那你就轉了 轉了 就轉另一個 現在我轉另一個 都沒事的 兩個都有綠棒 顯示兩個channel都可以的 你當兩個channel A台不行 就轉B台 現在你看到這個正常 沒問題的 兩個台都可以的 兩個台我講的綠燈都會脫上脫下 那在什麼情況下 這裏的麥克風 綠燈是不會亮呢 有一個情況下 我們現在發現 就是原來 如果你的電腦的speaker 這裏你靜音了 瞄了 audio 你現在是50% 沒問題的 你靜音了 譬如0這樣關掉 它連麥克風都關掉 這個就是 這個問題 你不為意的 這個麥克風都關掉 這個是關於 audio driver 或者是zoom 跟電腦的 audio driver 溝通的問題 我們沒得解決的 這個時候 這裏怎麼做呢 當然這裏你就要開 現在我們這裏就要開 這個speaker 譬如可能小聲一點 但是這裏還是沒有聲音的 你開回speaker 這裏還沒有聲音了 這裏還沒有聲音了 即使你 就沒有聲音了 這裏真的沒有聲音了 那裏就要按個menu了 這裏就選擇另一個台 譬如你之前選擇Same Assistant 這裏就選擇Microphone 那裏你見到 是不是 綠燈又亮了 對 現在綠燈 就是亮了 那裏再轉另一個台 它還是可以的 還是可以的 還是可以的 是不是 我轉了另一個台 我再轉A台 那裏 那裏你見到 一會兒綠燈我說話 還是有聲音 所以 那裏呢 就是留意這個speaker 這個speaker 如果主考的 就不要閃的 這個就是 真的不要閃的 一閃了它 它就閃了Microphone 你就不為意自己說話 對方就聽不到 譬如你叫學生收書 那樣 那畫面看到他們沒有收 那畫面看到他們沒有收 那以為他們是出事 有問題 或者不聽話 那原來不是 那裏呢 你要再轉一轉個channel 即可能speaker這裏呢 那個driver有少少問題的 那我們 要留意這個位置 好了 今天講到這麼多先 好 祝大家監考成功 監考順利 拜拜